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自从电摇改成这个傻不垃圾的死样后 嘲讽力和杀伤力仿佛更强了 就连一向心理素质高的鲨鱼都受不了 直接被气到当场下锅 如果你今天掉大分了 不妨来看看鲨鱼 相信看完后 你的心理肯定平衡多了 因为今天对他来说 绝对是近几天掉大分最惨的一天 第一把 出生岛掉分事件 刚说完就发现老家进贼了 看到老家进贼鲨鱼丝毫不慌 甚至还有点小激动 毕竟在老家抓狗分仔 可是自己的强项 很快鲨鱼便潜水游到老地方 几乎没有人能逃过鲨鱼的手掌心 在岸边蹲了两分半后终于听到动静了 但奇怪的是 对面似乎已经闻到鱼腥味了 一颗土豆雷差点砸自己脸上 此时鲨鱼明显有点慌了 因为自己 这信号直正面打肩定没胜算的 即使暴露位置 鲨鱼也不得不打状态 而此时对面貌似比自己更警觉 直接在旁边封起了烟 鲨鱼都吓得不敢呼吸了 为了贴连打伤害更高 鲨鱼还特意切换AK 可下一秒 对面直接过来打自己 这波同样是用AK鲨鱼显得异常的呆 沉默的鲨鱼彻底沉默了 不过好在对面素质高没有电摇嘲讽一波 要是反过来 鲨鱼指定要开麦跳个舞 沉默了两分半 鲨鱼终于发声 表示不服 这把也是不出意外掉了的大分 掉一把分前面家的分都白打 这才掉一把分鲨鱼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但他不知道掉分之路才刚刚开始 第二把悬崖鱼掉分事件 鲨鱼本想来海上捕捉野生空投 却发现前面不远处有艘船 有狗仔 鲨鱼最擅长对付这种海上狗分仔了 只需要点下车的同时 磨动方向键即可到船头 虽然鲨鱼现在就可以直接打 但状态不回满 没有安全感 点两下拳头在长按就可以回血了 很快鲨鱼便开始打船 可惜距离太远 这破枪不好打 算了 老他一条小猫 挺可怜的 第一波上船没上上去 你看这个船他又开始犯病了 现在系统暗改了 不能长时间趴在船头 否则直接自动站起来 换了个老六服后 鲨鱼一直趴船上狗分 甚至还可怜起队友来了 现在鲨鱼还可怜队友 但他绝对不会想到 待会自己更可怜 在海上无聊的鲨鱼 甚至还问起电影来了 最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鲨鱼说的电影是正经电影 各位帅锅可别想歪了 此时毒圈快刷了 而刚好岸边有一个秘密基地可以苟分 没想到居然有个游泳健将 鲨鱼直接一桌子送他回家 确认自己没人打自己 鲨鱼赶紧去香香铁个包 咱也不知道鲨鱼是咋看到人的 但开科技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再次击倒一人后 由于距离过远 鲨鱼懒得补 现在上岸才是正经事 鲨鱼不知道 看似安静的地方 却隐藏着危险 刚上岸就被上面的老六埋伏 这没人吗 鲨鱼现在一直被轰炸 压根没法躲 它只能用拳套恢复血量 可还是来不及 绝望的鲨鱼有点绝望 这比队友嘎得还惨 哎 我的 海里都不打我 怎么我靠近了有人啊 不得不说 这对老六耐心真好 在海上打的话 说不定鲨鱼可以溜走 真的很不符合常理啊 我海里都开了这么多枪了 他海上有人这么早打我了 难道说他们也才刚到吗 鲨鱼今天注定运气不佳 运气不会这么差吧 还好这把有保护分 否则起码也要掉个20多分 本以为连续掉两把大分 已经够惨 可没想到接下来这把 老六店摇掉大分事件更惨 看到前面的车鲨鱼就知道 这把堵桥有大收获 小伙子 要不要来 爷爷这里啊 对面还没过桥 鲨鱼就开始吹牛了 一梳子扫四个 他会看好 赶往我这来 一梳子四个 来了 我这来了 来了 我这真来了 真来了 这个位置要扫人还是不太好 鲨鱼选择到另一边堵桥 掉血让鲨鱼抢破正范了 怎么给我掉血呢 很瘦 掉这么点血 就不用浪费肾保了 用拳套几秒钟搞定 所以拳套还是别扔了 还在等待对面过桥 可看一眼圈 却发现有好位置在等自己 我找这个圈能上树啊 把人杀了上树 很快鲨鱼 就提前换上了老六服 可等了半天 对面硬是没有过桥 一向耐心贼好的鲨鱼 都有点烦了 搞得不好有点烦了 鲨鱼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当技术主播 我怕我这一走它就来啊 不是没可能 不如耍小心机啊 鲨鱼的嘴巴一向都非常的灵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发生意外 走走走 上树走 这都能被六式鲨鱼万万不能接受的 没想到自己堂堂老六祖师爷 居然被同行溜了 看到对面这小步伐鲨鱼 就知道他要干嘛 果然下一秒就表演世界明武 别看鲨鱼现在如此沉默淡定 其实他这是在酝酿大招 这波桌子遭受一万点暴击 有谁知道鲨鱼桌子拿买的吗 崩溃过后 鲨鱼终于还是选择了下波 小波 发死了 啊 啊